让无数歌迷期待已久的周华健 张大春 江红万人鉴赏会在北京揭开面纱 正常效果将中国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好友李宗盛 刘欢 杨昆也纷纷清零现场住阵 而最让大家意外的是影帝刘烨现身重当影言人 周华健更自保自己是刘烨的忠实影迷 因此这次特地向他发出了邀请 我是他影迷 而且我在很多很多年前 你们大概都不知道的时候 我看过他一部电视剧叫一针见血 我不知道没有影响你们 那我看完以后我惊为天人 怎么这个演员可以演得那么好 整个的在把角色里面称托得那么好 而刘烨也没有辜负周华健的一番情谊 随身在纽约也义无反顾地前来助阵 彰显江湖侠义 同样张艺相助的还有乐坛大哥刘欢 奢计他俩的缘分则是不久后 周华健将与刘欢搭档担任中国好歌曲的导师 曾经对比赛的节目并不感兴趣的周华健 这次就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说我之前其实有很多这种邀约 我都没有去做 因为我不想去做这个 唱歌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谁要唱就唱 谁要怎么唱都怎么唱 其实干嘛要去比赛 可是这次不太一样 这是歌曲的创作的比赛 那我甚至 现在目前我们有个小小的想法 还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 就是我们几位所谓评审 我们自己也要趁这个机会 去创作一些新歌 我相信我们这个比赛的节目 跟往常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前应该有一些都可能是 来自国外的一种模式 这次我们希望能够走出一个 完全我们自己创的风格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